幸福到万家中万家庄唯一的研究生王庆志 活成啃老、啃哥嫂、啃妹妹一族 与主和幸福的妹妹和幸运活成白眼狼 王庆志啃老、啃哥嫂、啃妹妹 爬高踩低 王庆志在家排行老二 上有哥哥、下有妹妹 为了恭庆志读研究生 哥哥庆来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 学习成绩优异的妹妹秀宇高中毕业就被迫退学打工 给二哥赚学费和生活费了 可以说王庆志是全家拼尽全力才供出的研究生 可王庆志毕业后对家人的感恩仅限于嘴上说的 行动上却现实的很 王庆志拿走家里的35万买房 首先自从哥哥庆来结婚 庆志回城里上班后 家里先后出了很多事情 庆志都不曾露面 比如在哥哥的婚礼上 万传家借口闹婚对嫂子的妹妹和幸运耍流氓 嫂子未替妹妹套工道 试图把万书记的儿子万传家告上法庭 王家跟万家的关系闹得非常僵 再比如 哥哥嫂子投资了30多万件蔬菜大棚 恰巧会碰上村里要建污水处理厂和保健品厂征地 为了挽回损失 哥嫂跟村里打起了官司 作为王家唯一见过世面的人 王庆志依然一次都没有回来 一直是嫂子挺着大肚子到处奔波 后来父亲王友德因征地的事情被弃的吐血 送到医院紧急抢救 生命垂危 哥哥被万书记 踢伤了命根子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王庆志也只是打个电话问候 没有亲自回家 可40多万的征地补偿款一到账 王庆志立马带着女朋友回乡下见父母 且一进家门就特地跟家人强调 女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处长相当于县长 还故意支开女朋友和哥嫂 悄悄跟父母说 女方一定要在城里有房 才肯嫁给我 不然就让我们两个分手 王庆志这么做 无非是深知自己父母喜欢八戒官员 连村里的一个小小的书记都一副八戒相 如果知道王庆志未来的岳父是县长 肯定更加八戒 为了尽快跟县长攀上关系 父母说不定就会爽快 把家里的征地补偿款留给他买房了 果然不出所料 父母当晚就瞒着和幸福 把三十五万给了王庆志拿去买房 王庆志没有一毫的犹豫 毅然收下三十五万 其中包括哥嫂为了建大鹏贷款的二十多万 还有和幸福的嫁妆三万 第二天就去城里首付了一套房 哥嫂去城里讨生活 王庆志不厌其烦 接着哥嫂因为在村里待不下去 到城里讨生活 想去投奔庆志几天 庆志得知情况后直接把哥嫂带去了酒店 后来哥嫂嫌酒店太贵 住不起 庆志迫不得已才把他们带到新房 哥嫂人生地不熟 找不到工作 拜托王庆志帮忙留意一下 庆志嘴上答应着 可却始终不肯找准岳父帮忙 不怎么上心 典型的白眼狼 和幸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其次女主和幸福的妹妹和幸运 也是个白眼狼 父亲早逝 母亲是妇道人家且体弱多病 作为几乎有姐姐一个人早早辍学打工 才供出来的大学生 和幸运毕业 在城里站稳了脚跟 且因为在姐姐的婚礼上 被昏闹拿到十万元的补偿后 居然先给自己买了多套时尚的职业装 做了头发 还买了车 却没想过给刚刚经历产后 大出血的姐姐买一点补品 后来 姐姐到城里讨生活 和幸运明知道 姐姐缺钱 却只给姐姐找房子 不给姐姐付房租 姐姐为了当前台 穿上职业装 和幸运还嫌弃姐姐老土 紧接着 姐夫请来失业 姐姐请求和幸运帮忙留意一下 是否有适合姐夫的工作 和幸运一口回绝 姐姐想开客栈 问何幸运借钱 何幸运也一口回绝 还指责姐姐好高勿远 亚妮爸爸也曾是狼心狗肺的凤凰男 另外 王庆志的岳父也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据中介绍 亚妮的父亲出身农村 靠整个家族的人鼎力相助才上了大学 在城里毕业后 亚妮爸爸爱上了亚妮妈妈 当了凤凰男 在亚妮外公外婆的帮助下 亚妮爸爸试图平步青云 步步高升 可自从认识了亚妮妈妈 为了不让岳父母瞧不起自己 也不了避免乡下的亲人找自己帮忙 亚妮的爸爸几乎不回老家 甚至连亲弟弟 亲妹妹千里迢迢来到城里找他帮忙 亚妮爸爸也是能躲就躲 躲不过就嘴上答应帮忙 实际上公事公办 换句话说 亚妮的爷爷奶奶家 拼尽全力供出亚妮爸爸这位高材生 在城里当了大官 有钱有权 可对父母没有尽过一天孝道 也没有回报兄弟姐妹 以及族人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恩情 也就是说 亚妮爷爷奶奶一家费尽心力 供出一位出息的儿子 不仅没有沾到儿子的光 反而被亚妮妈妈处处嫌弃老土 落得一身埋怨 千万不要轻易为了别人 而随意放弃自己的学业和前途 不要放弃自我去成全别人 因为往往别人学业有成或事业有成后 会把你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 甚至会嫌弃你思想落伍 躲你躲得远远的 更别提回报你的恩情了